郑爽声音等热搜 真实乃音 曝光融化众人 据他们媒体报道 郑爽为拍摄电视剧下制未至将多年长发简短 不仅如此 该剧11日首度播出 他罕见的在戏里以原声亮相 甜美的乃音顿时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经验众人呢 还因此登上了当晚的热搜排行榜 意外掀起了一阵热烈讨论 在下制未至于11日首度播出的内容当中 郑爽变的女主角丽夏与陈月东组成CP 搭档主演 你人注意的是 他过去在戏里通常是找人配音的 这一次难得在新戏里以真实原音亮相 一开口甜美的乃音 立刻融化了众人获得不少好评 郑爽在下制未至的声音播出之后 当晚立刻在微果上掀起了热议 郑爽声音一次也登上了热搜排行榜 投资超过120万人进行搜寻 关注人数持续攀升当中 引来了大票网友留言之户 郑爽的声音真的是超级甜的 原声适合夏丽这个角色 就难以也太好听了吧 听到爽的原声之后很震撼 建议以后郑爽都不用配音了 在网上也引起了与真正的热烈讨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